如果江夜有第三季,后面的剧情会是怎么样的呢? 夫子乘风而上与浩天一战,他堵住神国大门将浩天留在了人间。 被迫驻留人间的浩天回到了陶山之上,欲通过光明记重归于天。 但此时,无论书院还是盗门,都是不愿让浩天重回神国的。 浩天跌落人间本就是书院计划的一部分,为此夫子不惜登天化月。 如果让浩天回归,书院打破浩天世界规则的计划将彻底失败,天上夫子的处境也会极其危险。 盗门方面,西陵神殿除了长教雄出没感觉权力受限外,其余信众都希望浩天坐镇人间,以击败大唐,统一天下。 而只守冠冠主陈某觉得,跌下凡尘的浩天已经有了人类的思想,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,也无法再保护人类,把浩天留在人间才是正确的选择。 同时,冠主进入清静境,本身就是对浩天最大的背叛。 浩天还选择了陈皮皮成为光明度引使,为了救出自己的儿子,他也要破坏光明记。 于是在众人的搅扰下,陶山光明记最终失败了。 浩天觉得,因为桑桑的存在,自己成员未了,所以他认可了宁缺的存在。 宁缺提出带浩天去人间看一看,一来是为了散心,二来是想让浩天沾染人间之气,把浩天留在人间。 浩天觉得这是偿还宁缺感情的好机会,所以答应下来。 两人离开西陵,开始游历世间。 有一天,他们来到了张灯结彩大办喜事的大和国。 疑问之下,新娘正是宁缺的老乡好,天下三吃中的叔吃墨珊珊。 原来墨池院王书胜喜欢自己的徒弟墨珊珊已久,但全天下人都知,墨珊珊清心的乃是书院十三先生宁缺。 强扭不成后,王书胜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,提议让大和国国王迎娶墨珊珊。 此时的墨珊珊正收拾行囊,准备离开墨池院。 如今,他已是知命境的神福室,天下少有,他要离开,恐怕整个大和国除了王书胜外没人可以拦得下。 但王书胜此刻正在处理一个棘手的来客。 宁缺与浩天强行闯入了大和国王宫,无人可挡。 王书胜见到宁缺,指责他插手大和国事务。 宁缺也没跟他废话,两人随即展开了一场大战。 王书胜已入知命巅峰多年,是世间可以与颜色齐名的神福师,自信可以碾压宁缺。 他掏出自己的本命毛笔,在云上挥洒出一片大狂草,攻向宁缺。 宁缺也挥出手中的铁刀,写下一道一字符,向那片云斩去。 两人使出浑身解数,随着一声巨响。 王书胜被震飞出去,口图鲜泻,他的本命毛笔也被硬生生折断了。 王书胜的表情很是枉然,他很费解,为何自己会被年纪轻轻的宁缺击败? 这时,店外传来一道声音,因为我不想你赢他。 说话间,浩天以副手来到大殿前,王书胜是西陵五大客卿之一,亦是浩天信徒。 他知道浩天在人间,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 浩天看向脸色苍白的大和国君,面无表情地说道,取消婚约。 大和国君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,他表示自己很为难,如果毁婚,以后该如何取信于大和国子民? 浩天的答案犀利而又简短,你不当不就成了。 接着浩天回过头来,对王书胜说道,我本对你有些兴趣,因为你敢于称圣,想来总有些不同, 但你令我很是失望。 柳白敢向我出剑,他自称贱圣,而你却连向我出手都不敢,有什么资格当书胜。 从今日起,你便叫王书。 就这样,明镇一时的知命巅峰强者是件最伟大的神福师王书胜,此后只能以王书自称。 大和国君随即退位,他与墨山山的婚约也迅速作废。 稍时,宁缺和浩天就来到了墨干山山腰间的那片墨池旁, 此刻墨山山正在那里,准备远行。 浩天带着宁缺走到他的面前,告知他婚约已解除。 墨山山听到这个消息,很是高兴。 他虽未曾见过宁缺身旁的这个女子,却隐约猜出了对方的身份。 他眼里充满感激,却并未说话。 但作为浩天的信徒,他没有后退过半步,甚至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敬畏。 浩天也有些喜欢这名叫做墨山山的女子。 他开口道,敢与我相争的人类总会显得有趣些,比如夫子,比如柯蜂子,比如柳白,还有你。 你虽然没有那三个人的力量,但你有不逊于他们的勇气。 宁缺望向许久未见的墨山山,内心有些复杂。 他思寸良久,最后也只说了句,你人真好。 墨山山意味深长地回答,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好姑娘,但依然不够啊。 此刻的他泪流满面地望向宁缺问道,你还喜欢我吗? 宁缺点点头,是的。 墨山山继续说道,但你还是不够喜欢我,你还是更喜欢她。 我喜欢你,红墙白雪,要你喜欢,怎能忘记。 但我也喜欢你喜欢她。 我喜欢这样喜欢着她的你。 宁缺没再说话,她微笑着在心里说了一句,我也喜欢你。 不久后,宁缺和浩天告别了珊珊,开始了新的旅程。